我们女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的挑战跟大幅度的变化 我们会有初经来潮 每个月的月经周期 我们可能甚至会怀孕生子成为人母 也会正常的老去经历更年期 但你真的知道这些名词至于我们的身心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与意义吗 大家好,我是Vicky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在我们女性经历不同人生阶段的时候 怎么样用这些名词 用更宏观却也更细腻的角度来好好照顾自己 让自己活得更健康也更开心 新世代的女性总是生活忙碌蜡烛多头烧 而这样多重的压力则是造成我们身心健康影响的最大因素 所以这一次我和Yota合作的骨盆照护瑜伽课程 希望从孕育生命的骨盆出发 结合瑜伽、呼吸觉察与自我按摩放松 让每一个女性都能从匆忙的生活中 找回健康跟人生的主导权 为什么要从骨盆开始认识自己呢 因为女性的生殖系统健康就会首当其冲的对身心造成冲击 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要来认识骨盆的构造与功能 才能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自己 接着我会告诉你自我按摩与放松的技巧 透过疗愈按摩疏通气血循环 释放紧绷的肌肉而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我还会带你觉察呼吸对身心的影响 进行骨盆底式的呼吸练习 并根据不同的体式、场合或健康需求的最佳呼吸法 透过呼吸让骨盆全面的放松 最后我会教你如何透过瑜伽改善你的妇科问题 不论是想改善生理期不适 解决小腹马鞍肉的问题 或是想进行孕产瑜伽的练习 在这个章节都会为你详细的讲解与示范 每个女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自己独特的需求 所以透过这堂课 你能够学会如何自我觉察 找到支持自己身心的力量 并建立自我的成长蓝图 我是Vicky 欢迎加入我的骨盆照护瑜伽 跟我一起遇见更美好的自己